薛尔离开的时候 萧炎表现得非常悲伤 他不舍薛尔离开 但是当薛尔走后 萧炎却和其他女人产生了更多的交集 萧炎真的是渣男吗 薛尔离开后 萧炎彻底放飞自我 他究竟有多么疯狂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萧炎在岩浆地底世界 侵犯美渡沙女王 在陨落新年的作用下 萧炎被困岩浆地底世界 这个时候 即便是当时的美渡沙女王 也没有办法帮助萧炎脱困 萧炎在失去要劳的帮助后 他也倒在了地上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能够抵御一会儿的清洗 美渡沙女王的灵魂和身体完成融合 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 这个时候 他们两人同时被邪火控制 萧炎看着美渡沙 结果没有控制住邪火 最终导致侵犯了美渡沙女王 萧炎的行为 甚至直接导致美渡沙怀孕 萧炎在薛尔离开后 导致美渡沙怀孕 这样的事情 确实有点对不起薛尔了 而且在三上云蓝宗之时 萧炎成功击杀云山 随后在云蓝山 见到了云运 云运算是萧炎的初恋 当初在魔兽山脉 萧炎对云运有救命之恩 两人在后山相会 也做出了一些牵手 拥抱的亲密举动 这些行为 无疑也是会伤害到薛尔 薛尔对待萧炎不错 虽然最初接近萧炎 是为了驼射古地狱 但是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 薛尔对待萧炎的感情 也在不断地加深 后来为了萧炎 甚至不惜违抗家族的指示 结果萧炎在薛尔离开的这段时间 就和美杜莎有了孩子 还会云云在后山约会 是不是太疯狂了呢